水水或者鸡鸡 都说最美不过西洋红 老季今年80岁了 今天他和往常一样 来到银行领取这个月的退休养老金 贵人姐姐接待了他 姐姐充分展示了费界的本质 告诉老季他的养老金已经被取消了 而且他之前帮老季买的一只鸡鸡金 亏惨了 老季还来不及发气 突然银行闯进来了疫情劫匪 所有人手举起来 躺到地上睡起 惊吓过度 这月间开始了自己的FaceTime 吸引来了劫匪 老季想多观察一些劫匪的细节 好告诉警察 但没想到 劫匪居然意外照顾老季 还帮老季出了一口恶气 教训了姐姐一顿 第二天 老季约到了他在老年大手里面 玩的最好的两个朋友 阿黑和阿姨 先是在他们面前 仰牌的讲了昨天刺激的抢银行遭遇 和自己还帮警察提供破碍信息后 又失落的像个两百斤的孩子一样 告诉他们养老金照取消了 电影里的生活不多哉多赖点 戏是也不下线的 阿黑被医院整断出 甚有毛病 需要一笔钱 立即会胜 悲伤又坚韧的阿黑 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 而是自己默默的承受这份 属于自己的悲伤 阿爷还算比较幸运 年轻的时候 是个崔萨克斯的艺术家 老了的他 依然是师奶杀手 邻居奶奶对他养步了好久 两个人还整了一场 轰轰爹爹的黄昏脸 三个人有试摩斯 还一起在屋头看哈喊非诚不扰 这一天三个人去拆的时候 老金说自己打赛准备去抢银行 政治的阿爷立即反对 不行我刚交了个女朋友 他说不准我打打杀杀 不过三人多年的交情 还是把他说服了 老金提议不如先抢哈超市 来预计一下嘛 可是三个都是八十多岁的老头伙了 抢个东西也是 哎呀 阿弥陀佛 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看见的看不见的 马蹄生气 马蹄生落 Oh yeah Oh yeah 一位个人很成功的三人 都遭到了宝爱的追捕 最后因为三人都是老年人了 超市经理也只是训斥一哈 就放过他们了 三个人觉得这样不得行啊 要是去抢银行 还没开抢 都不要叫招逮斗哟 于是他们去请教了费罪高手 社会我大哥 社会我大哥虽然很社会 但是也很关爱社会 关爱老人 于是社会我大哥 决定去帮助他们 社会我大哥帮他们精心制定了计划 开始了这场抢银行大扩 机人不仅每天熟悉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劫匪 每天还在银行观察怀劲 练习不用弱石偷车 还每天去锻炼身体 熟悉各种反爬技巧 设计不在场证明 每天还去银行模拟练习 一场惊心预谋 惊心动魄 得抢银行啊 就要开始了 三个人先到了老年大学 狂歪会现场 制造不在场证明 然后偷了一辆小巴车 把个人打败的撑撑宰宰的 戴上了面具 来到了银行 大家按照计划 顺利的进行抢劫 可是阿黑这时突然腰子一痛 到地了 阿黑面前 天真的小女孩 以为阿黑要抢自己的娃娃 于是主动给了她 可是阿黑开到她 也想起了自己狂爱的小孙女 于是安抚了小女孩 准备离开 银行的贵员 也趁机按下了无声报警器 而她安慰小女孩的时候 小女孩也刚好看到了阿黑 带有自己孙女相片的 独一无二的手表 但索性计划已经完成了 三人还是成功的抢到钱 离开了 警方很快就排查到了他们头上 可是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也让警方对他们三人束手无策 最后警方找到了 当时在现场的那个小女孩 让她来辨认一下 那个和她对话的抢劫费 到底是不是阿黑 女孩看到了阿黑的手表 可是还是对警察说 阿黑不是抢劫费 计划非常成功 于是三人成功完美的抢到了钱 还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但是三人并没有把这些钱再为己有 而是把这些钱给了老年大手 每一位应该获得养老金的老人们 自己只留了自己应该获得养老金的那部分 电影的结局很圆满 奶爷和邻居漂亮奶奶结了婚 想到自己80岁了 还能在床上蹦跌 想必圣肯定也是相当不错的 于是还捐了一个圣给阿黑 下个人又过上了爱文 又不是意义的老年生活 这个电影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老了还是得有钱 关注谈资口水机微博 私信三个老枪手 即可获得影片资源哦